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地 拓身于北海道东部的石胜地区 北方的大自然所勾知的四季迥然的风景 热情地迎接着到访的人们 在大自然中享受各种各样的野外活动 丰收的大地所带来的众多恩惠 来自北海道石胜地区的邀请 约两千多米高的群山 连绵而成的日高山脉 还有广阔的石胜平原 石胜之旅 从与这美丽风景的相遇开始 夏天点缀田间的白色紫色的小花 马铃薯的花 根据品种的不同 花的颜色也不一样 在绿盈盈的牧场里 成群的牛在悠然自得地吃着草 蔓延于日本为数不多的农业地区的田园诗般的风景 花卉知名地众多的石胜 春天 冰雪融化的大地上 喜气洋溢 夏天 沐浴在阳光下的群芳 更添娇艳 在湿度低 气候凉爽的石胜 花朵的颜色尤为鲜艳 而且持久盛开 石胜平原的背后 是大雪山系和日高山脉的群山 雄伟壮丽的大自然 延伸于天地之间 乘坐小艇飘荡于森林怀抱中的湖面上 侧耳倾听婉转鸟鸟鸟鸟鸟 沉醉于残存着原始容貌的大自然中 骑着马环绕野山的跨马寻山游览 感觉就像西部牛仔 粗广豪放的景象石胜的大自然 更刺激的 从石胜川上流一泻而下的皮艇漂流 也很受欢迎 飞溅的水花洒满全身 回到童心的片刻 石胜是温泉的宝库 充满香土趣味的露天浴池 极为舒爽 这个就是被称为美人汤 而为人所知的石胜川温泉 琥珀色的枣水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性有机制温泉 含有大量的天然保湿成分 刚洗完枣后皮肤滋润是其一大特征 传达北海道马文化的众种马耐力赛 体重超过一吨的农耕马 拉着铁锹比赛速度 举办众种马耐力赛的 全国也只有在十胜这里 世界唯一的赛马 可以在跟前观看人马一体的扣人心弦的比赛 是众种马耐力赛的魅力所在 日本汽车拉力赛 世界的奔驰穿越石胜的大地 在世界十六个国家展开的世界汽车拉力选手赛 其中的一战每年在十胜进行 亚洲唯一的赛场 世界最高峰的摩托运动在十胜这里 日本的食品仓库 石胜 满载着大地的恩惠 大约二十多个食品售货摊 聚集而成的北之屋台 享受用新鲜的十胜食品原材料制成的 丰富多彩的各式菜肴是一大魅力 也是奶酪畜牧业王国的十胜 奶酪制造也很盛行 在各地的奶酪工作室 用刚挤出来的牛奶 制造着品味纯正的奶酪 石胜的自然环境 孕育着美味的奶酪 石胜的名产还有很多 烤猪肉盖饭 把烤好的猪肉放在米饭上的家乡菜 猪肉和甜辣调味汁 还有米饭的结合 简直无与伦比 成吉思汗烤羊肉 也是在食胜想吃的美食之一 调好佐料的羊肉 嫩滑多汁 也是很受女性欢迎的低脂肪肉 石胜也因为点心好吃而闻名 黄油 鲜奶油 红小豆 砂糖等 拥有丰富的 品质优良原材料的石胜 是甜品的王国 当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时 石胜的严冬就要来临了 低于零下15摄氏度的早晨 雾从河面升起 空中闪闪发光的钻石雪 因为过于寒冷 空气中的水分结冰 其结晶体受到早晨阳光的照射 而熠熠生灰 只有在这样的寒冬才能体验到的乐趣 还有很多 在结了冰的燃别湖上 呈现出了冰的村庄 白色的建筑物全部都是用湖里的冰和雪制成的 还有享受美酒的冰和雪 酒杯当然也是用冰制成的 而且结了冰的湖面上 连露天浴池都有 充满了只有北国才有的情趣 在康平温泉乡 可以享受在结了冰的康平湖上滑雪 或穿上走雪套鞋 在冰面上行走的远足运动 横跨湖面的 是充满了迷幻色彩的拱桥 原本在夏季沉入湖水中的桥 在冰面上现身了 是冬季的康平湖珍藏的风景 多晴天的时盛的冬季 热气球升入广阔的蓝天 在时盛川温泉 可以享受乘坐热气球的空中漫步 地面200米的全景图 尽收眼底 白色的大地一望无边 可以用身体感知时盛的宽广的空中之旅 可以用身体感知时盛的宽广的空中之旅 从这规模宏大的时盛之旅中 一定会编织出很美妙的回忆吧 到时盛的交通路径 从东京 明古屋 大阪的各机场 到时盛代广机场 如果是铁路 从渣黄站或川路站到带广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